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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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x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江 这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期视频 对大家新年快乐2022新享市场 之所以我们已经消失一段时间 是因为2021年的最后一天 忽然间有一个小宝宝 有个小朋友要出现 要跟我们一起过年 所以我们就在医院待了几天 生了个宝宝出来 所以其实今天国家还没有出月子 还在休息 他就被拉来拍了个视频 谢谢 画了个妆 我们今天是做1月份的开箱 而且特别巧是今天正好我们 双十二的包裹 才刚刚到 然后与此同时呢 我也正好去尼康拿了这个新的镜头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做1月份的开箱合集 首先呢 第一个产品是这个 罗德的小麦克风 这个是叫 VideoMic Go Go一般 大家可以想象到是Wireless Go 是那个小的小方块蜜蜂吗 它这是小型的便携型的 上面有价格 市场零售价呢是150斤币 149也就是大概700人币左右 我不知道这个跟国内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怎样 我们家的夜饭动物又开始了 我们家现在有好几个夜饭动物 不只一个兔子 可以看到是这样子开 打开之后呢 一根3.5的线 它的这个Ryko的这个 防抖的这个架子 长相非常迷你的小麦克风在这里 哦好轻啊 非常轻 哦真的啊 嗯 这个的重量让我感觉它 是比比比还轻 是的是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于拍短视频也好 还是Vlog也好 就是产品都是在往轻型和小型的方面在走 然后这只小的呢是两年的保修 拿下来之后它就这么长 跟我们的那个NTG 是完全一样的这个设计 这么轻的话 它应该就只有一个充电的口 USB-C 然后呢它也不像NTG一样 有这个highpass filter之类的这些按钮 但是我们是可以在电脑的软件上来实现它的内部操控 刚刚看了一下呢 罗德的这个小麦克风身上是有这个mark的 就是告诉你你的两个夹子在哪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小毛衣给它穿上 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把它装到你刚刚的ZFC上试一下 ZFC主要是火酱最下来要用的 没什么都不要紧 每天都放在自己的包里带出去 那是因为你现在不能出门 好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个固定好 那如果说我不要碰到头呢 那可能就要把它往前推一点 但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相机包就放不进去了 你平时用的时候肯定麦克风是拿下来的 如果真的要录的时候再装上 我相机包有点旧了 没有看到有任何亮灯的记性 但是我们这边的麦克风是在活动的 大家是可以看到它是在动的 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极插极用的麦克风 现在我跟果酱跟拍摄的相机的距离呢 大概是1.5米 没有没有1.2吧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现在的声音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不改变任何参数的情况下 一下把这只小麦克风放上去 大家来听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周杰伦跟五月天 然后跨年的那场演唱会 胖门 对我就是感觉它最近 就不说了 感觉它最近有一点点 就是那个双截棍已经舞不动了的感觉 只有铁粉可以黑它 其他人不可以黑它 是快过生日了 好我们来换这只麦克风试一下 大家 那我现在呢 手上拿的就是我们刚才在用的这个MP400 对这个是蓝色的线 它说的是红色的线 然后大家不知道现在听我的话是怎么样 因为我的听音比较重一点 然后我将再来说一下 嗯 好那我就重复刚才说了那个话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年跨年的时候 到五月天跟周杰伦的演唱会 祝周杰伦即将到来的生日 生日快乐吧 不能再hate它了 希望它可以双一点点 OK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麦克风的音效是怎么样的 我感觉它应该在 因为没有增益嘛 它没有任何可以调节的东西 我这边是有一个增益的 所以按理说我们的声音应该是比刚才要小 大概五到七个分贝 我们不会对后期的声音做任何的处理 然后以便于大家能直接听到这两个麦克风的差别 嗯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 并不是完全是数码的东西 首先这边有一个渔夫帽 打开袋袋吧 我是蛮喜欢那个国内的 它是这个叫什么Nature Heart 如果大家是经常出去拍片的人 你肯定懂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帽子 是这个Nature Heart 我们没有拿任何厂家的这个赞助啊 我们这都是拿自己的钱买的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买的 然后这个Nature Heart 这边写的是浙江宁波的品牌 然后我们拍片呢平时比较晒的时候 这个有点小 就是一个渔夫帽 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 大箱子 对它是一个泡沫的箱子 而且是可以叠的 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它是可以折叠开的 所以我们就是 它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缓冲路由 我们是想把一些器材包啊 或者是稍微比较怕碰的器材 再装到那些软包里面 再放到这个箱子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收纳的小盒子 对是放在我们的车上用的 车上好轻啊 蓝色也挺好看的 更小的配件 就像我买的这两个 一个是给小米的车装吸尘器的这么一个保护壳 然后这个呢也是给小米的车充 我给大家打开一个小的看一下 因为这个小的大家可能用的更多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形状 可能有的同学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给MacBook Pro的充电器和线用的 因为MacBook Pro那个充电器上面是glossy的 就是那种亮亮的硬塑料的那种表面 挺好看 但是你戴出去跟药匙那些东西花时间长了以后 久了你就不好看了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盒 刚才那两个也是一样的 可能有的同学已经看到了我从去年的后半段 其实开始发一些咖啡相关的东西 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拉花缸 但是因为它的嘴很简 我就试一下 嗯 家里的第七个还是第八个缸吧 然后是一个咖啡的敲闸桶 喜欢科技的同学看到这有点懵 说为什么变成生活这个 但是我觉得我周围的喜欢摄影的朋友 还蛮多喜欢咖啡的 或者是说喜欢咖啡的朋友又进而变成喜欢摄影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试着发掘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下面要着重介绍一下的是 这两年也是上升速度非常快 而且被国外的像JeraHuntdown还有一些视频类的模组 经常介绍的一个品牌 然后呢这次也非常有幸拿到了他们的一些试用产品 这个地方确实是要感谢他们寄这个产品给我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说收费来做这个视频 而且印记的朋友也不知道我们任何对于产品的评价 首先这个就是印记的这个怪手 然后呢包装非常简单 直接这样发出来呢就看到他里面的东西 然后这边是他的小贴纸 然后直接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扳手都非常的厚实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 这些咬合的齿轮这个位置 我来给大家转开一下 都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的结实厚的 而且比较大的这种转手呢 在操作的时候特别是快速操作和调整的时候 非常舒适 这边配套的头一个是阿卡的这个 两边带这个小脚的这种卡口 然后同时呢他这边是 Quarter Inch可以转成更小的这个 它是一个弹簧的 这个设计应该很多UP主也好 或者是说使用过的朋友也好 都介绍过了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当然这个东西他本身的制造的工艺 也会更复杂一点 所以说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如果买印记的这个蜘蛛臂的话 我们的钱到底花在哪 是花在设计 包括我们的用料上 OK 把他这个部件装上去以后呢 然后再这样把它抢住 卡紧 然后这样就非常的结实 头子中的另外一个给我们的热靴去上小的连接环 它每一个小部件的两面都是阿卡的空 然后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印记的这个小的扳手 它其实叫工具扣 然后打开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这边有一个LNK 小小的LNK 应该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尺寸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大的LNK 但是这个我还没有太用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螺丝刀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小的 但是呢同时因为它很短 你又可以这样去拧 比较容易用力 对 第三个印记的产品呢 就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之一 就是我们这个K5的科摩多的夜压云台 看视频的小伙伴 有没有本身在用科摩多的朋友 那是不是科摩多 你们也配了这个科摩多吧 好 依然是抽出式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它就这么小 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一个夜压云台 下快装板的这个按钮 因为它设计的比较大 所以按上去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人体工厂的圆弧形 是非常舒适的 然后把扩张板也装上去 这边就很结果 很坚固 然后最后一件印记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 独角架 然后大家可以从外包装上看 它的这个把手是 印记的一个通用的一个设计 灵感也好 还是它的设计特点也好 是非常宽阔的把手 这次收到的这一支 是碳纤维的CE150 二代独角架 它的最高的承重 是10公斤 10公斤的概念就是 我当我的FX6 上上一支电影的阿莱镜头 然后再上上微口电池 再加上这个小尖 其实整套的话 应该在6到7公斤左右 然后它的收纳程度呢 是62厘米 其实就是可能跟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差不多的 然后它的最高的高度是可以到1.5 之前我是一直以为摄像摄影的器材都非常的耐用 就基本上是买一支一辈子不会坏的那种 但是呢去年我们给尼康Z9拍宣伤片的时候 在丛林里 我们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东西 也是国产的另外一家 以蓝色为主打颜色的独角架 断了 说的我们的视频支架 也是国产的某品牌 然后也坏了 也可能是新年吧 新年新东西 记得这个独角架的包包 感觉质感很好 而且它的这个小把手是这样子的 对 是非常结实的 但是它整体的重量呢 有没有感觉很重 大家可以看到打开之后是这样子 它还固定在里面 OK 它不会乱跑 这个蛮好的 可以打开 然后来 拿出来 OK 很轻 防滑的这个橡胶 非常大 而且呢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防滑橡胶 为了防止它左右移动或者融掉 它这边有两个的扣 而且它的这个角的这个位置 就跟我们的全场的三角架一样 它是可以调节的 比如说你按住这边再上去一点 一个是高一点 一个是平一点 更稳一点 相信大家一般用的都是 这个稳一点的角度 然后这边也是 然后印记本身呢 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logo 对 而且这个东西呢 它在网上显示的是 你是可以用脚来踢它的 你用脚直接踢它 而且它这边的这个阻尼做的还蛮好的 你直接踢了以后 它就可以把里头下面的这个云台打开 这样快速的调整它 然后再用脚这样把它踢一下 然后再用脚这样把它踢一下 把它拎紧 对 这个设计想法是蛮好的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小外包装 这个红色在春节的时候 开得特别喜情 往下拉的话呢 它就是打开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 里面有一支L&K 可以调节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关节的松紧度 然后这边就是非常大的扳手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伸长的长度 一般就是不要伸到最长 这样的关上 第二节 第三节 还是蛮高的 好像接下来两个呢 都是重头戏 首先 是一个 这个是 这个海滨多少公斤 好像 二十 二十 那个 二十一点七 我们有一个很重的东西 对了他问他 我说怎么二十多斤 大家看到这个箱子 能猜出来是装什么 它不是一个保护器材 单单的 这么一个单纯的箱子 如果有做直播的朋友 或者有Atmini 都知道Atmini 就这么大 所以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箱子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说 那它应该并没有很大 在做这个箱子的时候 它里面是要配一块 这个显示屏的 显示屏当然大家是希望越大越好 然后呢 我在下单的时候 只是在想它的功能 我就忘了这个二十寸的屏幕 你把它塞进去 这个箱子肯定要比二十寸大的 所以 这个就是二十寸的一个显示屏的 这么一个转播箱 或者说你叫它导播箱也是可以的 对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条 这个快装的一个花条 上面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 这些镂孔 我们可以在上面装很多的一些小配件 或者是说这个无线发射器 接收器 这些东西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它这边所有的开口 都是给我们的那个item后面的那个接线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放我们的item mini的ISO 或者是Pro 然后这边可能是一个控制开关 因为我们毕竟这边还有一块屏幕需要供电 屏幕的电源线 这边是屏幕的HDMI的接口 因为每次出去的时候 我们做直播 把iPhone mini带出去 哇那对线 我就要装两到三个小包 这个东西呢 可能说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已经有非常多的关注在这款镜头上了 尼康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悄悄声的忽然间在Z9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扔了一个炸弹出来 就大家都惊了 说我已经有2470 24120F4 对吧 然后我有2470 2.8 它为什么又扔了一个2875 2.8出来 当然这个就是廉价版的大三元中间的那一款 最常用最好用的镜头焦端 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说 这个镜头是不是腾龙的那一款 尼康的这一款 跟腾龙的2875一代的那一款是非常像的 它的整个外观是变化了的 所以我们不清楚说 尼康到底在里面做了哪些改变 说不定它会更优化 更适合于尼康的机子对焦之类的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有幸拿到了新加坡的第一支 而且还不是官方卖的这个镜头 对这个是尼康新加坡借给我们用的 你来打 好打开之后呢 后面是 后面是怎么变成这样 是在这里 好 保修卡跟这是什么 尼康School 这个今年我的课程主要是叫闪光灯这些使用 应该也会在尼康新加坡这边继续上线 这光照 好轻啊 是吧 整个的包装设计呢 就是浓浓了尼康味道 然后 这支镜头的手感让我感觉跟24200那支镜头非常像 镜头盖打开之后是 大家猜也猜到了 祖传的67毫米的 因为它并不是 Z卡口的S Lens的这个产品线 所以它并没有这个S标 没有在任何的一边 但同时呢 它又给了一个这个 有点像S镜头的这么一个 对焦环 这个有点意思 也就是说它的定位就是 比普通的镜头要高 但是又没有到S Line的镜头 我们现在把它上到GFC上看一下 2875装上 最长的镜头 75 28 不能说塑料感很强 但是因为它毕竟重量摆在那里 是一个非常轻便便携的镜头 所以我相信它本身的用的金属的部件 是不是那么多的 所以 这就是最新的 F02875F2.8的电焦 2022年第一期 第一个月的开箱贺集 就到这里 全部做好了 因为我们记录小朋友的出生过程 我们拍了一个比较长的 全程4K25和50P的这么一个视频 对 如果大家希望能看到 关于一些更生活化 或者关于国家 非常辛苦生宝宝的这个Vlog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国家 GemHayGem的频道 看待妈妈在月子中 还给大家拍视频的份上 希望大家一键三连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那我们也会跟大家在2022年 做更多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也持续不断的拍摄出 你们自己喜欢的片子跟视频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